当一个女人真正放不下一个男人,一定会有这五种表现。 很多女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,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和她分开, 有的人以为自己已经放下那段感情,不会再想起她,其实心里还是念念不忘。 如果一个女人有这种表现,说明她还是放不下她。 一,电话一定接,信息也一定回,因为对方是相对重要的人, 所以想和她讲电话,听她说话,然后分享很多事情,因为想让对方对自己有好感, 所以讯息都会认真地想过再回,不自觉的字数也就变多了。 这点套用在男生或女生身上都是成立的,因为想让对方对自己有好印象, 更是希望能更多了解一下对方一点,所以不知不觉讲电话时间变长, 简讯字数变多,电话费当然也报道。 二,她只要接触到了和她有关的地方或者日子,会忍不住想起她, 放不下一个人就放不下和她一起的回忆, 遇到和她记忆深刻的地方或者时间总会想起她,并且心里有些忧伤, 例如到了她生日的时候,会想起以前和她过生日的片段, 例如到了某个地方会突然想起曾经和她来过, 毕竟是曾经经历过的感情,到了熟悉的地方或者时间有所感慨是很正常的, 但真正放下她的话,不会有所伤感和郁闷。 三,她会忍不住翻看她的朋友圈,越来越少发朋友圈, 难以彻底忘记一个人的时候,会忍不住想起她, 就忍不住想她现在过得怎么样,但又会对自己还想起她感到愧疚, 于是只能在闲暇时默默翻看她的动态, 在一次一次思想的斗争和妥协下,欲加沦陷, 放不下一个人心里总是藏着心事,不敢向别人谈漏心声, 于是越来越少发朋友圈,把自己深藏起来。 四,一到吃饭或想喝东西的时候就想到你, 其实这无关是吃饭或喝东西,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很想看到你, 至于你邀约往往欣然答应,甚至还会主动约你碰面, 那就更表示她对你确实是有好感的, 因为如果她真的对你兴趣不大,自然就会减少跟你出来约会的次数, 更别说还主动约你。 五,把从不在别人面前露出那脆弱一面, 在你面前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, 就因为你不是别人,所以才不需要掩饰。 其实女生只要熟悉到某个程度, 就会渐渐敞开自己的心房, 会说出自己的感受, 也才敢把自己脆弱的一面, 黑暗面表现出来。 其实这点无论男女都是一样的, 当然同样这也代表着信任。 感谢观看。